上課都會有把它錄影下來 所以我們今天上到哪一次課 其實都會很清楚 基本上我們課程已經上了一半了 今天是第十次上課 所以每一次每一次上課 前面至於前面講了什麼東西 其實基本上在我們論壇裡面都有 比如說上個禮拜跟上上禮拜的部分 是講有關表單跟資料庫 那這部分的話尤其是資料庫 對可能大部分同學來說是比較困難的 而且做的設定其實還蠻多的 可能我做一遍過了 那當然你現場也許你馬上記得 而且我有強調的部分 你們好像都沒有做錯 可是回家如果你叫你再重新做個一遍 沒有任何提示 我想你要做對還不太容易 不過當然有一些輔助 我雲端上有畫面 然後影片如果你再看過一遍 也許你還是會做 OK 所以基本上當然這些東西其實 就是熟悉啦 還有就是你要知道那個訣竅 還有有一些細節可能你要注意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這東西做出來 而且可以慢慢跟你的工作做銜接 然後可以應用 應用熟了其實做一遍可能不熟嘛 做兩遍做三遍 做了十遍二十遍之後啦 我看你閉著眼睛都會了嘛 對不對 那其實可是這個叫專業嗎 專業其實不是記憶 不是就是死背嘛 而且這些東西都是活的 也沒有人教我怎麼做啊 那我怎麼會呢 其實我是利用我原來知道的一些 比如說對於網站的架設 對資料庫認知的基本知識 那我慢慢就可以知道說 它基本上可以做什麼 那我在尋著它可能提供給我的功能 我再慢慢把它建構起來 所以初期的話呢 其實會沒有人告訴我怎麼做啦 而且我可以自己去找答案 另外的話官方網站 其實也會有 像SAMP也有官方網站 那MySQL PHB都有官網站 不過官方網站裡面的資料呢 全部都英文的 也就是你要自己去爬英文啦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比如說像最新的訊息 國外呢也會有討論啦 不過國外比較討論比較多 所以呢全部都英文的 那也就是你看英文的 慢慢啦 當然如果你要得到第一手訊息的話 可能你還是英文能力要稍微好一點 OK 那如果當然你不想要得第一手的資訊的話 那你就等嘛 等老師開課嘛 幫你整理好對不對 不過我發現大部分同學還是就是 會還是比較看完 看了那些官方網站的資料之後呢 可能還是放棄的比較多啦 這算了好了對不對 所以可能我的貢獻呢 就是說把一些東西 其實頂多是幫各位整理啦 整理成我覺得 你們自己至少可以看得懂 而且可以操作的一種方式啦 OK 那這些東西的話基本上呢 都在那個論壇 另外的話呢在我們的那個 雲端上面 有之前的畫面 所以呢基本上呢 這個是一二 那問題 問題02裡面的那個表單跟那個 表單跟資料庫 其實跟第一次差不多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是差別 就是說你還是一樣喔 可以把那個之前的練習啊 比如說你可以把問題02打開來 那這個範例裡面呢 基本上也是跟那個之前的那個練習差不多 我差別只是說呢 把這個編號 把它加上去啦 那這裡面的資料非常多 比如說編號如果我希望什麼 它有三碼 4個 就是4個字啦 比如說1的話是0001 0002 意思類推就四碼 那如果說你要把這個東西做出來的話 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像那個 插入函數裡面 比如問題02的話 這個地方你可以先在這邊 假設我的編號要四碼的話 那你可以利用第一個是用RAW 檢視率參照裡面的列嗎 這個RAW 那這個RAW做什麼呢 你可以去抓到它現在的列 不過它的列號呢 會稱加1啦 因為有欄位名稱 所以你把它減1 可是我要的格式是0004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公式減下 再利用前面交過的一個文字函數 那文字函數還沒印象 就是說我們之前也用它做格式化嘛 那格式化的話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Value貼上1 格式化成雙引號0000就可以了 好這個格式化有沒有 0001就出來了 當然未來你有可能什麼 ABC-0001啦 就是前面還有英文的話 那你還可以再把那個字串串在前面 它就會自動幫你產生那些編號 那編號的規則呢 其實在TEST函數裡面呢 也有相關的說明 所以它不只是只能做這樣喔 裡面其實還有很多針對是什麼 比如說日期時間跟貨幣 或者是數字 或者是文字加數字等等規則 其實裡面都有很多相關的說明 因為之前同學想要做其他不一樣的東西啦 可是不知道怎麼做喔 你可以按這個什麼呢 函數說明 它裡面就有相關的 詳細的一些敘述啦 那這裡面有哪一些相關的敘述呢 包含就是說 它跟你講的格式 比如說你將來這個 這個後面有沒有發現雙引號裡面 如果你放這樣子的話 它可以幫你產生什麼 產生類似像這樣的結果 有沒有 如果你將來要做出這樣 你就參考一下嘛 應該看得懂嘛 本來這個資料 因為它的關係 變成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範例 如果今天日期呢 如果要變成這樣子的話 那就是用這個嘛 有沒有 底下 如果你要變成什麼 星期幾的話 就是DDD 不過格式裡面好像是AAA 四個A嘛 如果三 那你如果輸入 三個D會不會就是週幾 其實你也可以試試看 那類似的這些東西啦 有沒有它有很多的範例 你就可以參考一下 像這個 如果還不夠的話呢 它這邊有什麼 下載它的那個完整的範例 你可以把這個檔案下載下來 裡面的話有全部啦 你可以慢慢慢慢去找 有點像是 你的格式 在哪一個這個裡面 範例裡面有 你可以就是參考這做 應該應該這個 我想夠了啦 這個我想一般 你要格式化 那這個格式化很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常常問說 我的編號 想要格式化成什麼樣子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比較方便 其實最方便就用這個啦 TES 那在VBA裡面其實就是format 還有印象嗎 上個學期才講 有講過啦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你如果是 Excel裡面 你就用TES 如果是 你是用那個 VBA的話就是format 那這邊其實有蠻多說明的 按確定就好了 按把它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我們編號就出來了 那這個編號出來之後的話 當然 未來你 可能這個練習 當然後面我們可能沒有 辦法 在 就是時間的關係啦 所以 後面呢 請自行 練習 或者在我部落格啦 或者前面的影片裡面 都有講 如何把 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表單 那我的表單就是說 可能我有個編號 有一個什麼呢 這個坦臭向上 編號品名 那個單價 數量 小計 地區 那可能就是說 我需要一個 表單的話 那這個表單應該 就是給使用者輸入嘛 那所以輸入的話呢 基本上 編號應該要自動帶出來 或者甚至編號不用 因為將來你輸出的時候 自動抓前一列的編號 加1 幫你填上去就可以啦 有沒有 抓你現在這一 最下面那一列的編號 把它加1之後 再輸入 到編號那一列 那第二個是 品名 品名的話 如果有固定 你可以做成下拉清單 那你要怎麼做下拉清單呢 比如說你這邊可以 做一個品名的什麼 品名的一個清單 假設品名的一個清單 假設品名的清單要怎麼做呢 你可以把這一欄 複製起來 然後把它貼上之後呢 利用那個資料裡面什麼 移除重複嘛 那你可以有標題 有沒有 然後按確定 它就幫你把這個 變成一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呢 將來你在表單裡面 可以用那個下拉清單嘛 那那個叫 那個Combo box Combo box下拉清單 表單裡面有Combo box 你可以把這些清單呢 當表單啟動的時候 一個一個幫你自動載載入進去 那或者是說呢 這邊還有什麼呢 單價可以 單價也是固定的 所以其實品名跟單價 是一起的 所以你應該講 可以把這個範圍 你知道嗎 那一起怎麼樣 做一組重複 那甚至呢 將來它選哪一個 單價可以 其實可以不用顯示出來啦 你可以怎麼樣 當它選哪一個 然後呢 後面呢 讓它key key數量 數量多少 然後自動的話 把它的什麼呢 它的 跟它 數量 乘上它的那個 單價 就是它的小器 小器其實可以自動帶出來 它只要輸入那個 數量就可以了 那地區的話呢 其實也是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地區複製 也許在這邊 要增加一個什麼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貼上 移除 移除重複一下 移除重複的話呢 有標題 按確定 它也可以自動幫你把 這邊呢 地區呢 把它做出來 那也可以做成下拉清單 也許你可以 再複習一下 裡面的那個 那這個我想在 我們這邊應該有程式嘛 也就是 我後面 希望各位去練習的啦 因為這練習 需要花一點時間 前面有些部分是有講過的 像這個 這個 剛剛提到 用TEST去做格式化 另外呢 做什麼呢 移除重複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把這個地方 做一個表單出來 或自動帶出資料 自動帶出資料 那再來就是說呢 在這邊建一個 所謂的那個 自動流水號的一個 表單的畫面 長得就類似像這樣子 那當然一樣啊 這邊加一個表單 加一個表單之後的話呢 那也許我剛剛講過了 編號可以不需要 編號會自動帶 那我需要的就是讓他選什麼 選那個品名 下拉清單 把那個品名放進來 就你們公司賣什麼東西 那也許呢 這個品名 假如他選了之後 這個單價也許可以自動帶出來 因為品名跟單價呢 兩個是一起的嘛 你可以 當他選了一個 單價就自動帶過來 數量讓他填 他填了多少 然後小計的話自動帶出來 為什麼 因為小計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把單價乘上數量 自動帶過來嘛 那地區的話呢 就是讓他也是下拉清單 那他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也可以把新的一筆資料 自動幫他輸入到 那個什麼 最下面一筆 OK 那這個怎麼做 我想 這個你們可以想想看 這有點像競銷存系統 然後 最後的話呢 可以再跟資料庫做連接 也許可以把 你填的這些資料怎麼樣 再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那個我們的 這個資料庫裡面 當然你可以放SS 或者放MySQL 也許你可以再把那個 MySQL的複習一下 那MySQL裡面當然就會有 總共有六個欄位 那你可以怎麼樣 當他輸入完畢之後 一樣把這些資料 全部都搬到那個 資料庫裡面 再把它清空 那如果每個人 每個人都做 類似這種競銷存的動作的話 因為前端很多人輸入嘛 那很多人輸入 你要把它集結起來 那就是會是一個 一個問題 所以呢 你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可以做出類似 像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那也許你們可以試試看 待會兒 再 稍微看一下 那個問題02部分 那表單也許我們可以做一下 把那個 再複習一下好了 OK 那這個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試試看 把那個問題02的編號先做出來 編號的話 就是利用那個 RAW-1 在外面包一個那個TES TES 裡面就是在 那個 格式的話 就是四個零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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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